近期关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35战斗机的消息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国防部发言人周四并没有正面回应中国是否引进苏35战机的提问 但表示中俄之间开展的军纪合作项目是正常的 有分析称一旦苏35的加入解放军将完善现有解放军空战体系 在国防部周四的记者会上 当有记者问到中国同俄罗斯已经签署采购24架苏35战斗机的合同 预计什么时候交付 是首先装备空军还是海军 发言人杨宇军没有正面回答有关问题 但表示中俄之间开展的军纪合作项目是正常的 1992年俄罗斯第一架苏2机飞到了中国 2000年第一架苏30又如约而至 从俄罗斯引进的数百架苏2机和苏30战斗机 给当时的中国空军带来了现代化程度的实际提升 同时中国空军家族也经过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空战实力 目前中国拥有以歼10歼11的四代机 以及正在验证阶段的歼20歼315代机 有分析称解放军若真的引进苏35战机将完善现有解放军空战体系 时隔近一年网友拍摄到中国自行研发的歼16战机再次进行试飞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正在试飞的歼16机翼挂在了一枚白色导弹 外形与此前歼20试飞时悬挂的新型导弹非常相似 据悉歼16战机是神飞集团的仿照儿制苏30MKK战机 并在歼11的基础上研发的多用途战机 而作为试验型的攻击战机 歼16最大的攻击特点是具备远距离超视距的攻击能力 以及强大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 未来可能部署在海军航空兵部队 二炮兵力我们当然没话讲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大陆的二炮兵力 它已经达到世界水准 最好不要去惹它 但是空中的兵力就是传统的兵力 也就是像战机像一般的飞弹 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办法和美国来相比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它会急于希望说能够获取更好的战机 近日又有网友拍摄到歼31战斗机 开出机库在地面进行发动机测试的场景 在测试过程中 歼31战斗机展示了极发动机的大小演性能 也就是在测试过程中单独控制一个发动机 发动机扩张收敛片 看起来就像一个发动机喷口大 一个发动机喷口小 这是新型战机在地面进行发动机测试时常有的项目 这实际上是飞机的这种动力设备的比较高精度控制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在飞机的设计上面 包括飞机动力系统设计方面 一个很成熟 一个很完善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的战斗机的设计的趋势和发展趋势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种实验 据超大军事网报道 中国两款五代战机歼20和歼31近期频繁进行测试 歼20的2002机上周在西南某飞机制造厂再次进行了试飞 整个试飞过程基本处于低空状态 在试飞过程中 歼20还进行了空中放游动作 同样在上周 我国另一款第五代战机胡鹰也连续两天在北方某地进行了地面滑行测试 2013年初 胡鹰进行了多次试飞 在试飞中首次收起了起罗架 并进行了多个科目的试飞 担任胡鹰飞机总设计师的孙聪 在2013年两会期间曾经透露 希望胡鹰飞机未来将和歼20进行高低任务搭配 保证持续打击能力 同时也希望胡鹰的改进版能成为中国下一代舰载机 对于国产新型战机的频繁亮相也让国人对解放军未来空战体系有了更多期待 有人就大胆预测 随着以歼20为代表的第五代战机 以及以歼16歼15为代表的第四代战机不断装备 加上已经有的歼10歼11和飞爆战机将使得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以及航母舰载机部队拥有更加全面的空中及对地对海作战能力 在服役预警机和加油机这将使得解放军空中力量大幅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何还要采购额制苏三五战机呢 苏三鼠对中国大陆绝对是有利而无弊 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作战性能上 确实是能够弥补过去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做达到的一些事情 但相对的 当你今天的空中尤其是长城的轻功能力 你达到一定程度的对其他国家威胁的时候 他会把它当成能够保护自己壮大自己甚至对外军购最好的理由